我們來看看如果您是用標準帳號以上 就是不要用訪客的 其實您可以增加一把OneNote的擴充工具把它加進來 您看齁 您只要任何頁面捲到最下面 有沒有看到下面就有所謂的瀏覽器的擴充工具 它支援Chrome、Firefuzz跟Suffering Mac上的Suffering 就是沒有IE 因為IE不支援 Edge也是最近才支援的 那以我們這邊來講 我現在是用Chrome 所以我就點一下 您就可以把這個擴充工具把它安裝起來 點下去之後呢 同意的在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發現 跑出來了 對不對 多了一顆 就這樣而已 那接著 你就可以開始做你該做的事情 什麼意思呢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好不好 比如說 我們剛剛不是有加影片嗎 剛剛您的做法是怎麼樣 我看一下齁 影片影片 有什麼影片 最近很多人在直播中有沒有 到處都在直播 好累耶 熱門歌曲 好吧 隨便一個點進來 假設你要這段影片 剛剛我們是不是用複製網址貼進去 已經算蠻快的嘛 但是現在用這個擴充工具 你可以更快一點 來 進來了之後按這裡 他會問你 你是要全部的分件一起加進來 還是就你現在選到這個 所以老師如果狠一點的話 你應該知道 全部開好 一次就加進來 好 那我現在先加我選定的這個影片 按一下 有沒有馬上就跳到你的課程 對不對 比如說像我這個 比如說免費軟體好了 好點進來 有沒有你的主題都出來了 點好了 預覽發佈 有沒有 不小心標題也進來了 說明也進來了 你就直接加進來 有沒有比較快 哎呀就這樣子而已啊 如果你是一次三個就三個啊 那相對的 如果你是那種所謂的播放清單耶 也是一樣的概念喔 你看我們在這邊 如果你到我的部落格 我的影片 這裡 看你要哪一個 點進去 好 停 我們就找到這裡 加入影片 有沒有全部抓到 是不是就一次就進來 對不對 你就把它勾起來 就看你要放到哪一個 類別裡面去 這樣子 是不是就更方便了 那今天如果你是看網頁的 也是一樣啊 如果我們去 好我們找學校這裡 好找到我要把我們學校的網址 好這個網頁加進來 你就點到它 老師有沒有發現什麼問題 你是不是在邊看資料 就會邊整理資料了 因為你就看了這個 可能適合我教材使用喔 那我就來 是不是就邊看 就已經在整理了 這樣會不會比你 打開你的秘密 秘密花園 一個一個貼進去 來得快一點 哈哈 所以這個就是OneNote 它用這個擴充工具 一個很方便的 那當然其實這個擴充工具 除了這樣的功能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剛剛有跟老師提到的 塗鴉筆記 就這個 如果你今天在看任一個教材的時候 比如說你在看這個 欸 你發現 嗯 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 一般的筆記嗎 是文字式的 那麼你今天 欸我看到這裡 我覺得這個可以留意一下 你就把它按下手寫筆記 有沒有幫你把畫面拍起來了 有沒有塗鴉工具 你就自己在這邊 放進去 按這樣就好啦 這樣有沒有 影像式的筆記就好了 這樣你了解的齁 也就是說這個擴充工具 除了我們剛剛方便我們 去做教材的建立以外 很重要的 您如果以學習的角度來講 也可以當作是 就是這個手寫筆記的一個工具 手寫筆記的 這樣就比有時候我們單純文字 更能夠記錄下您要的東西 這樣OK嗎 可以齁 好 所以如果您是使用那個 不是訪客帳號的 您可以把這個擴充工具裝起來 試看看 訪客就比較抱歉不行喔 欸訪客沒有辦法有這個功能喔 好 好 這回就不要 плюс